我也是农业行业的一个新兵 从事农业行业有五年多了 我在做农业的过程中呢 两点体会特别的深 在这呢跟各位农业行业的朋友和领导们分享 第一点呢就是 初心加热爱 坚持才能让你走得更远 第二点体会就是 一手抓技术创新 一手抓管理创新 在这个时代 互联网无疑是最大的创新 接下来呢我们要揭晓的 三轮创业致富的榜样 正是以互联网思维创业创新的典范 他们是谁呢 2012年6月 淘宝开通农业频道 7月京东生鲜上线 8月联想控股成立家卧集团 国内知名企业相继进入农业领域 大量资本集中涌入 让农产品业商飞速发展 在这场谁都不愿错过的浪潮中 有两个人凭借独特做法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这里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日照时间长 昼夜温差大 让这里的水果格外甘甜 2008年 在克拉玛伊市工作的李春旺辞去工作 拿着全部积蓄5000元 开了淘宝店销售新疆特产 借助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春风 两年时间 李春旺的网店销售额就达到600多万元 可他却主动砍掉了一些赚钱的产品 专注西部特色农产品 让李春旺从众多网店中脱颖而出 2011年 他的利益做法 连网店带来爆发式增长 我们在市场发现两种开心果 一种是白色的 一种是原色的 开心果成熟以后的话 自然的颜色就是这种灰色 白色的话可能是后期做一些处理 对人的呼吸道可能有些刺激性的形式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愿意吃灰色的话 我们销售也要销售灰色的 李春旺决定突出食品原色 无论卖相多差 也要把食物本真的颜色呈现给消费者 现在信息这么发展 他迟早会知道真相的 既然他迟早知道真相的话 我们从一开始去告诉他真相 一个真字帮李春旺聚集了人气 成为西部农产品类全国销量第一 带动十多万户农民致富 干货的物流和仓储相对容易解决 生鲜电商面临的挑战更大 据统计 2016年全国4000多家生鲜电商中 只有1%是盈利的 而奇风就是生鲜电商经营者中 为数不多的受益者 也是现在中国猕猴桃单品销量最多的人 2012年 奇风发现大量资本集中涌入生鲜电商 他没有着急在网上卖猕猴桃 而是开始给种猕猴桃的农民提供农资农 利用物联网监控猕猴桃质量 坏是生鲜电商的生命 新鲜产品必须新鲜送达 奇风在全国十多个省份都有恒温仓库 他把猕猴桃同城转运给合作电商 消费者下单后 两小时后就能收到货品 这生鲜的东西让消费者积极要起研得快 第二个就是鲜 所以这一块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互联网家给当今社会带来了方天覆地的变化 时代在变 他们对产品质量和服务的追求从未改变 用品质赢得市场 靠网络改变领域 他们是奇风李春旺 掌控猕猴桃本地资源 他靠速度在生鲜电商领域异军突起 专注西部特色农产品 他凭本真品质一次次创造销售神话 一根网线打通的是农民致富路 打开的是创业新天地 互联网家为农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掌声欢迎全国政协委员 人民日报原编委 人民日报原海外版总编辑张德修 有请 老规矩来就来呗 还还啥都没带啊 今天带着带着 带着带着 带什么了啊 看一下 见识前的观众朋友们 拿出你的手机 扫屏幕下面的二维码 关注市附近 齐芬果业 拿出二杯盒的有机牛桃 送给大家 祝大家今年行大用 财源宠宠兰 新米农业要送 我们会送出200份新疆大红枣 祝大家新年红红活活 齐总怎么样把中国的这些优质的农产品 卖到世界各地去 这一个 做农业 应该是全产业链的 种植 收购 包装 销售 全部每一个细节 做到极致 第二个 应该有一种精神 就是创新求变 互联网的出现 销售模式的变化 一定要全身心地去 拥抱它 改变我们自己 才能赢得未来好的市场 第三个 我觉得农产品企业 一定要有负民之心 因为这个产业的基础 是农民 只要让这些百姓 能够挣钱 他挣钱以后 他会认认真真去 按企业的标准化去 种植好的水果 只要有好的水果 我们的企业 才能做出品牌 才能走向世界 我们的企业的品牌 才能立在世界的品牌之灵 谢谢 互联网家的 整个在我们的农业的领域当中 刮起了一股风潮 有一位也是时代的农潮儿 就是李春旺 在陕西富平 有一个特色农产品 叫柿子饼 这个柿子饼 过去七块钱一斤 都不太好卖 现在在互联网上 李春旺来卖 十四块钱一斤 而且还供不应求 怎么做到 东东 你想不想做明星啊 那我干这行 肯定希望能做明星 但是我这 干四十多年了 也还没成明星呢 你能包装一下我 今天在现场 我们就把你包装成 农产品明星好不好 怎么包装我听听 你现在可以先做一个柿子饼 我现在就是一个柿子饼了 长得还挺挺像 我是柿子饼 然后呢 对 因为七月美能是求真 我们凡是在添加剂 防火剂的都不做 所以说呢 我们可能会先把你送到实验室 去检测一下 你有没有添加剂 有没有防火剂 然后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就围绕你去收集一些信息 比如说你有什么特点 对吧 你客观好不好 是不是营养 品种怎么样 第三步的话呢 就用新媒体 比如说微博啊 微信啊 把很多的 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做成视频 做成图片 传播出去 那这样的话 你就成明星了 我就成明星了 我终于知道 我为什么这么多年 没成明星的原因 就是我一直没把自己 当成一个狮子狗 我当成狮子狗 我早成明星了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 送给在互联网 加农业项目上 做出突出贡献的 突出成绩的西方 李春旺 再次祝贺 谢谢